当你上游戏的时候 你肯定见过这个MG动画 其中这四个小记载和29号上线的新版本 有着重要的关联 打开海岛图你会看到多处打卡点 而这四个不同的图标 就是MG动画的小记 至于窗浪园 劝你还是别去了 不仅人多 而且小记的打卡点也有相同的新道具 甚至更丰富 这是我跑遍四个小记打卡点所总结的经验 靠近后点击呼唤记载 稍等一会儿会给出全新道具 这个目标同步移的作用 是同步敌人击杀的方向 屏幕上都有显示 小记载的功能可以使全部队员提升能量和血量 但是有一个弊端 来到圈外使用小记带会瞬间失效 大家要注意了 再告诉大家跳跳车的隐藏技能 首先大家要知道 绿热弹的伤害特别高 它可以粘在任何建筑上 比如树上 载具上 而我就用它灭了一整队 大家请看当时的录像 你个绿热弹给它凑点了 哇塞 一个驴热弹已经炒完了 这驴热弹是不是太强大了 摇车站的小伙伴要注意了 但是有个细节 人物先倒地 而载具还在燃烧 随之发生爆炸 来听听声音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载具不能保护车内的人 而跳跳车恰恰相反 可以看到这个高度 完全可以灼烧到自己 我开车过去 人物竟然无视驴热弹的伤害 但是载具的耐久度会下降 虽然人物会无视伤害 但任何载具爆炸都会导致车毁人亡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学到了就是赚到了 满满的细节 您发现了吗 没有 爱不爱的你的小伙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